世界多国感染中共肺炎的资料分析 原在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 揭示了病毒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 中共病毒向世界蔓延之势 清晰地勾勒出它寻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 城市 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 伊朗疫情严重 资料预计远高于官方数位 至结稿3月22号 伊朗确诊中共肺炎人数超过21000人 死亡人数超过1685例 伊朗跟中共都是专制政权 外界认为伊朗官方发布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 都被极大程度的缩减 华盛顿邮报援引德黑兰医院泄露的资料报道 伊朗确诊病例约为官方资料的5倍 而伊朗国内媒体披露的资料 更是官方数位的10多倍 伊朗是国际公认的中共共产主义兄弟 其军火、导弹、核武、电子产品等由中共输入 中共电讯巨头军方企业华为副董事长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之所以在加拿大被捕 是因为华为暗中支持伊朗 在一带一路计划中 伊朗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 过去十年中中共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意大利 欧洲中共肺炎爆发最严重国家 意大利是欧洲中共肺炎爆发最严重国家 致结稿 确诊人数超过5万3千人 死亡人数至少4825人 3月21日单日新增6557例 793人死亡 再创新高 意大利总理孔特亲共意图明显 2019年4月 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 他已经向中共华为作出保证 该公司在意大利 退出5G电信网络时 不会受到歧视 意大利也是G7第一个和中共 签署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 截止到2018年 中国与意大利结成74对友好城市 西班牙感染人数居高不下 西班牙周六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 单日新增5000多病例 376人死亡 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截至去年10月底 西班牙累计对华投资专案2574个 在华企业700多家 2017年 西班牙首相出席中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9年6月 西班牙沃达峰正式启动了该国的首个5G商用移动网络 并采用华为作为核心设备供应商 2014年6月 西班牙高院撤销两宗涉及前中共高官案件的司法调查 2019年1月 在中共党魁访问西班牙之后 马德里王室剧院在中共的施压下 强制性取消了即将在该剧院上演的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美国 纽约城美国中共肺炎重灾区 截至美东时间3月21号下午4点半 美国确诊病例达2万多例 278人死亡 截至3月22号早上 纽约州确诊感染中共病毒15168例 死亡114人 病例数和死亡数皆全美最高 其中纽约市有9045例 纽约市国际金融中心 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巨额受中共利诱 助中共从美国股票和金融市场 抽走万亿美元资金向中共输血 2019年6月3号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 在美国国会山的一个公开活动中发言时说 华尔街攒助的资本等来自西方的支持和力量 促成了这个控制着中国的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中共 他说 包括华尔街在内的精英完全知道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人民做了什么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中共对达赖喇嘛 对西藏佛教徒 对法轮功学员 对地下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做了什么 但是他们依然要向他 中共提供资金 提供技术 因为他们想要赚钱 纽约也是中共特务盘踞的中心 2008年5月 纽约发生法拉盛事件 该事件由中共驻纽约领事馆时任总领事彭克裕策划与指挥 他指使中共帮凶 殴打 围攻法轮功学员 除了纽约州 华盛顿州 中共肺炎疫情也非常严重 美国第一例确诊病例出现在华盛顿州 第一例死亡病例也出现在华盛顿州 中共在其商务部官网刊登 中国和华盛顿州经贸往来密切 华州是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州 中国是华州最大的出口市场 2015年西雅图前市长接受新浪网采访时表示 中国是华州和西雅图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美国川普政府自上台以来 一直对中共持强硬态度 但是美国前几任总统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 而美国一些州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也令人堪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早些时候警告美国各州州长 中共已经给你们建档案 按其对中共的态度标记为 友好 强硬 或者模棱两可 香港 台湾感染率低 与大陆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界关注的是 香港 台湾这些地区避临中国 但民众的中共肺炎感染率低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 极度创下百万人游行的记录 做出抵制中共的选择 尽管香港每天有近十万的大陆人入境 而且刚复制3月23号才全面封关 但感染率异常之低 截至3月18号 香港确诊的100多例武汉肺炎感染者中 大多是从大陆来的 2020年1月刚结束不久的台湾大选 台湾人民用选票向中共说不 选出了反共抗共的总统 摒弃中共 台湾虽然与大陆经贸往来紧密 但其实确诊人数一直相对较低 也使其成为全球抗击中共瘟疫的典范 为政者是代表国民之意 是掌舵主政方向的 一年间定下的邦交国策 不但决定了自己的未来 也关系到万民之福祉 一旦混淆了中国和中共 甚至错信了中共 就可能将自己以及无数国民都推入深渊 只有远离中共 拒绝中共 作为个人组织和国家 都可以因此而回避病毒侵害